颜值超高的红光星雨霞要再次上线了 游城二十代开启绝地反击 魔法卡冒牌英雄 效果从手牌中特招一只元素英雄 召唤王牌星雨霞 接着发动场上棱镜霞的效果 从卡组中将素材怪兽丢进墓地 就可以让棱镜霞代替那只怪兽 接着发动魔法卡融合 将星雨霞和彩虹龙作为素材 攻击力4500 第一个效果 从卡组中丢弃一张卡 强制对方将墓地中的卡返回牌组 这时解说完藤翔发挥作用 此刻贝姐的醋坛子又翻了 因为时代使用了约翰的彩虹龙 让贝姐异常的伤心 你看眼泪都出来了 时代对此面无表情 一心直想打牌 再次丢进墓地一张牌 发动魔法卡武器制动 效果将一张装备卡加入手牌 代价是当回合不能召唤怪兽 装备魔法彩虹雨衣 连效果都不说 就要让红光侠发动攻击 装备彩虹雨衣的怪兽 战斗时会无视对方怪兽的效果 完藤翔表示666 以为这下文了 结果贝姐冷笑一声 陷阱卡恶魔玫瑰 互相装备吧 让双头龙免疫战斗伤害 就这样攻击命中 时代可怜巴巴 想不到红光的第一次攻击 居然就吃扁了 时代无奈结束回合 轮到贝姐 发动魔法编年史 只有三张牌可预选择了 时代选择看起来最弱的旋风 贝姐拿到就用 速攻魔法旋风 破坏掉彩虹雨衣 这下双头龙的效果 就可以再次使用了 贝姐感觉自己赢定了 诱惑红光星雨霞发动攻击 时代果断叫停 发动目的中死灵守卫的效果 通过除外这张卡 无效对方的一次攻击 时代的回合 五劳魔希望 将目的中的五张元素英雄加入卡组 就此元素英雄的背后零上线 根据效果时代还可抽两张卡 召唤元素英雄黏土老侠守卫 同时发动红光星雨霞的第二个效果 通过将黏土侠送入墓地 贝姐吓尿 陷进黏土老侠 发动红光星雨霞的效果 瞬间搞掉被憎恨的骑士 贝姐稳如老狗 因为当尤贝尔的二重形态消失后 就会召唤出他的究极T 第三重形态 极度悲伤的魔龙